豆浆店前顧客络绎不绝 大口吃着烧饼油条豆浆等早点 不过豆浆店现在传出疑似集体中毒事件 听到消息的客人有些担心 实际上问题好像蛮严重的 所以多少人是会担心的 还是还好不会害怕 如果我自己会怎样就会怎样 29号凌晨台中有两家人来这家豆浆店 外带豆浆小笼包和铁板面等宵夜 结果吃下肚后一个多小时 陆续有人出现呕吐腹泻 一次食物中毒的症状 包括两大五小共七人送急诊 其中两个人腹泻情况较严重 还在住院观察 豆浆店强调食材都是完全加热才会贩售 而且现场食用的顾客也都没有出现症状 卫生举到店里采样要确认食材是否有问题 茶友厨房区风扇及通风口基层 冰箱内风扇及内壁不解 食材未覆盖等多项缺失 以依违反食安法第八条 则令业者限期改善 采样化验需要两星期才能确定结果 卫生单位提醒民众 夏季气温高 食材的保存更需谨慎 海中报导 哈喽我是张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